所托飞人王曼玉淘汰揪出最大责任人 托曼于后腿真信错人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量仔聊球 我是量仔 如果你喜欢量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说一下 目前的其实王曼玉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知道其实目前的王曼玉在最新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也是遭遇了一个惨败 在面对实力比不上自己的中国香港选手 我们也看到王曼玉也就是表现了一团糟糕 这种也是因为自己发挥的不好 零比赛惨遭淘汰也是遭遇了本次比赛的一轮游 这样的一个结果对王曼玉以及喜欢他的球迷来说肯定是难以接受的 因为在此前刚刚结束的视频赛当中王曼玉呢 是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就连自己最强大的 啊队友 苏以沙都给他打败所以就拿到了非常有分量的一块女蛋金牌 所以本质上来说王曼玉的实力应该不至于此也不应该惨遭一轮游 面子这一次为什么他会输掉比赛为什么会找找惨遭淘汰的 很多球迷也非常的希望能够揪出最大的一个责任 而我们也看到那么王曼玉在赛后其实也表示说自己大脑一片空白 根本没有能够使出自己的一些战术和状态 他的一个对手在赢得比赛之后也在采访当中提到说呢 很有可能王曼玉过度劳累没有把时差调整过来所以状态不是很好自己呢 非常幸运的赢得了比赛 所以实际上其实这一次呢其实王曼玉之所以输掉比赛 更大的问题不是因为他的能力问题水平问题 而是因为他的整体的状态不如预期 也许也适合此前的我们国平这边的不合理安排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也知道在这些视频赛当中 王曼玉是因为一个人的参加三项比赛 而且强度也都非常的大 最后实际上他去争夺女单的金牌的时候呢 已经是基本上 请啊筋疲力尽了 而我们也知道其实在马不停骑几天之后呢又迎来了这一次 WTT世界杯 所以对王曼玉来说根本就没有机会 他进行一个休息 而且呢他从休斯顿立马就飞去新加坡的话 时差其实根本也没有来得及 调整个过来 所以王曼玉那么最终的也因为刘姑娘他们这边的安排呢不合理的话也导致他最终的没有能够打出一个出色的成绩 所以总的来说其实这一次呢反倒是刘姑娘这边的国平教练组呢 那拖了整个王曼玉的后腿 如果不是他们这边安排了太多的一些工作以及项目给到王曼玉的话 相信本次比赛他也不至于呢输得由此糟糕 也不至于说输得由此难看 所以其实对国平教练组而言确实这事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我们虽然觉得说我们国平的整体年轻主力的体力很好 正常来说那么即便是参加再多的一些项目比赛的也能够应付的过来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年轻的主力了 其实也不是铁打的 他们也需要休息 他们也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如果说太过连绸钻的其实太过于安排比赛密集的话 就会导致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发挥实力 最终的导致隐恨出局 所以其实对于王曼玉来说这一次也真的是信出人了真的是这次安排确实是不合理 我觉得王曼玉这次输掉比赛确实可惜 如果说此前的比赛没有安排这么密集 那么这一次没有这么仓促的话 那么可能对王曼玉来说这一次比赛起码能够闯进总决赛 再次去争夺总冠军 所以只能说这样的一个结果确实非常的遗憾那么我们也只能够希望说了 我们的教练组包括刘国良他们以后能够就这样的事情进行吸取教训 不要再犯类似的一些错误争取让这些主力得到更充分的休息 有更好的状态才能够赢得更多的胜利 好了本期的量赛聊球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